我们现在到了亚特兰尼斯酒店那 现在走进去去看看有没有那个水珠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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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比较大 跟那个日本冲城那 有一批冲城那也有一个 也比较大 我觉得这个跟潜水差不多一个感觉 而且比潜水还粗 像三亚一般的海域的 你都看不到这么多鱼 人太多了 我估计都是奔着那个网红打卡地来的 然后人太多我们走了 我们这个玩喜欢安静 喜欢人少 沿着这条小路去亚龙岸 个人觉得吧 这海淘湾这边开发的太商业了 一点原生态的感觉都没有 看一下这个岛 这个岛 现在你要下去 绝对不少东西 现在是退潮 底下都是珊瑚 螃蟹 海胆 随便捡 那个黄色的海上飘着黄色的 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哎 这竟然有人 岛上有人 不知道怎么下去的 这个岛 是绝佳的捕鱼场所 好清澈呀 再往前面就是一个百幅弯 太阳湾这地儿是 以前是军事区 后来 这个好像是政府的一个部队吧 租给私人了 本来是个军事区 变成高级度假区了 你可想而说这军事区 保护的多好吧 水域保护的也好 植物 动植物保护的也好 珊瑚保护的也好 现在三亚有很多那个军事禁区 不让进 那边那边 我跟你说 你什么亚龙湾啊 都扯淡 都挺扯淡 你跟那军事区里边那个 海战比 根本就没法比 没法比 别人那军事区 根本就没法比 这以前就是军事区 你看现在弄得 弄得一高级度假区 走一段路直奔海边 看一下这个太阳湾的海 海水怎么样 看看清澈不清澈 不得不说这个海滩真是棒 这个沙滩特别白 简直就是洁白 特别洁白 前面有捕鱼的 看看它是捕什么 咸 你还使得到 那边 咸 咸 咸 这些第一次 咸 咸 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